依然要感谢给我们打赏的观众 感谢散医生 感谢各位的支持 接下来还有华尔街联报 我们给大家梳理了 过去几天 几大媒体的重磅新闻不容错过 在下周我们华尔街论坛继续回归 再来跟大家继续关注 越来越胶着的这一年的美国大选 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 引发广泛关注的现象 是邻女性竟然遭遇社区的电话催生 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他们接到的电话 社区工作人员不断询问 他们的生育计划 这让不少人感到相当不适 并质疑这背后的真实意图 究竟是为了促进生育 还是另有隐情 报道指出 这一行为属于中国基层 人口管理转型的一部分 旨在收集婚育信息 并提供生育服务 然而 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降 社会对这种直接介入 个人隐私的做法 产生了强烈反响 许多女性不仅感到被冒犯 还对社区的催生行为表示厌烦 此外 从政策层面来看 虽然政府鼓励生育 但专家指出 促进生育并不仅仅是发放补贴 更需要从就业 教育 医疗等多方面入手 否则 光靠催生电话 无法有效提升生育率 随着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少子化危机 这一话题将成为未来社会讨论的焦点 我们会持续关注社区的做法如何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 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九月 刘晨 这位来自四川成都的年轻女士 接到了一个来自她曾工作过的街道办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礼貌地询问刘晨的生育计划 刘晨未婚 没有生育意图 因此感到不解和冒犯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许多适龄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类似的经历 表达了对社区频繁催生电话的不满 福建福州的90后离子去年刚领了结婚证 随后便被社区电话包围 在她忙于工作的日常中 社区电话一次次打来 只为问她同一个问题 你怀孕了吗 皮育英对家长催促的离子对此感到无奈 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寻找对策 她决定向工作人员明确表示 自己暂时没有生育计划 当社区电话再度来袭时 她选择了不接听 然而 这些电话背后并非单纯的催促生育 而是国家人口动态监测和生育服务转型的一部分 街道寄生办副主任告诉财新 当居民在民政局结婚或在医院分娩时 信息会被反馈到街道 随后 街道将信息传递给社区 社区则通过电话等方式与居民联络 目的是录入人口监测系统 并帮助居民办理生育登记 提供生育服务 山东省的基层人口管理政策 也在转型过程中 根据山东省基层人口监测统计服务管理意见 已婚和有生育意愿的育龄夫妇信息被纳入档案 进行人口动态监测 卫健局家庭发展科的工作人员表示 当前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向服务 而非过去的计划生育管理 通过网络电话或面谈 他们希望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帮助 不同地区有着各自的工作方式 在济南市中区基层工作主要集中在发放补贴 而非电话询问 黑龙江省加格达崎区则通过社区微信群宣传育儿补贴政策 四川康定的村党支部书记表示 生育宣传并不带有考核压力 村卫生员打电话的目的是邀请女性参加免费运检 村里则通过线上群聊和群众大会宣传生育信息 面对少子化的挑战 中国政府也在积极调整生育政策 自2017年以来 中国的出生人口持续下降 2022年跌破1000万只有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二分之一 人口学者将这一剧烈变化称为人口塌陷 随着80后90后一代独生子女逐渐进入育龄阶段 中国育龄女性的数量在下降 婚育年龄则加速推迟 进一步影响生育率 为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正在从意志性生育政策转向支持性生育政策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不仅发放育儿补贴 延长育儿假 同时也在改善就业 教育 住房 医疗 养老等方面的支持 针对公众质疑的社区电话催生 国家统计局批准的 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抽样调查 正着手研究 试图找出影响群众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 提供科学依据 这场全国范围的调查 将帮助政府更全面的理解和解决 不想生不敢生的社会难题 在一个炎热的午后 我在台北的咖啡店里喝着冰冻的珍珠奶茶 手机里传来了中国中央社的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不禁让我喷出一口珍珠 中国正在苦苦抢救生育率 他们决定进行一项大规模调查 以弄清楚为什么人们不想生或不敢生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妈妈总说的那句话 这还需要问吗 果然 在消息的评论区 一位网友干脆直白地打去道 这还需要分析吗 经济压力大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已经筹备了一年多 终于在17日宣布这项计划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据说这次调查将像一场寻宝冒险一样 试图解开中国家庭不愿生育的千古谜题 是的 这真的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仿佛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数学难题 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计划生育历史的国家 突然间要人们多生孩子 这转变就像让大象学会跳芭蕾舞一样困难 然而 这也不是中国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挑战 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政府急需寻找各种方法来刺激生育率 甚至比起当年狮子大开口的计划生育 这次的鼓励生育似乎是逆历史潮流而行 为了这个目标 他们决定不再依赖于老套的政策宣传 而是深入基层 通过细致的量化调查来理解这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想到这里 我不禁想象那些调查员会不会像侦探一样 手持放大镜 潜入中国的千家万户 仔细分析每一个不想生的蛛丝马迹 在这场现代版的福尔摩斯调查中 他们或许会发现一些令人提笑皆非的原因 比如说 养孩子的成本高的让人瞠目结舌 租房压力大到足以压垮一个健壮的成年人 还有那些永远追不上的教育费用 而对于那些不敢生的人们来说 他们担心的更多可能是未来的不确定性 大环境的不稳定 以及养育下一代所需的巨大投入 让他们望而却步 这些担忧就像一座无形的高山 阻挡着许多人踏出那关键的一步 调查员们的工作可谓是任重道远 他们要在这片迷雾中寻找清晰的答案 但无论如何 这场大规模的调查已经悄然启动 或许当答案揭晓时 中国的人口政策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变革 对于这个正在转型的国家来说 一切皆有可能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从这场调查中 获得让人眼前一亮的见解 让曾经的难题迎刃而解 让未来充满更多的希望和活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关于适龄女性遭到社区电话催生这一现象 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措施 只在应对中国当前严峻的少子化危机 数据显示 中国的出生人口 已经从2017年开始持续走低 到2022年跌破1000万 这是20世纪90年代出的一半不到 面对这种人口塌陷 国家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 包括监测生育意愿和提供生育服务 让我们不要忘记 在韩国和日本等国 政府也采取过类似手段来促进生育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 合理的管理和引导是必要的 通过电话了解生育计划 可以帮助社区更好地为居民提供相关服务 如免费运件和生育登记 甚至是育儿补贴 这些措施不仅是为了鼓励生育本身 更是为了创造一个 生育友好型社会 因此社区的电话调查虽显得有些直接 但其出发点是为了民众长远的福利 楚天书 你的观点看似有理 但实际上忽略了对个人隐私和自由选择的尊重 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 接受电话调查的女性感到冒犯 并非无中生有 在一个高度重视人权和隐私的现代社会 政府和社区 频繁询问个人生育计划 显得过于侵入 这种做法 不仅可能引起逆反心理 更可能导致一种奶奶是催婚的社会氛围 进一步压迫女性 在少子化问题上 中国政府确实需要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一味地通过电话施压 不是出路 对比其他国家的经验 提供育儿补贴 改善职场环境 才是更为可持续的措施 日本尽管也面临少子化 但他们选择了通过提升女性就业率 和增加幼儿园名额来缓解问题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综合的 以人为本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简单的电话催生 谢琪琪 你提到的隐私问题确实需要关注 但在现状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事实上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1.0 远低于更替水平 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可能面临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电话调查 只是众多措施中的一环 目的在于收集数据 以制定更有效的政策 正如一位县级市卫健局负责人所述 他们并没有生育率的考核指标 电话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服务 你提到日本的措施 事实上 中国也在向这些方向努力 包括增加育儿价和补贴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 80后 90后独生子女一代 面临的生育压力更大 也更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因此 在当前的现实下 电话调查虽然不完美 但也是无奈之举 我们需要理解它的长远目标 而不仅仅是看到眼前的细节问题 楚天书你所描述的措施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却忽视了一个核心问题 这类电话调查是否真的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从现有的反馈来看 很多女性并没有因为这些电话而改变生育计划 反而对政府的介入感到不满和压力 人口政策需要的是科学的调查与分析 而不是简单的询问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中国政计划进行大型调查 以了解影响生育的真正因素 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经济压力 养育成本 职场歧视等问题 才是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的根本原因 在看历史 曾经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实施时 同样面临许多争议 这说明任何人口政策都需慎重考虑 与其花费精力在电话上 不如将资源投入到改善育儿支持系统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上 这样才能真正帮助那些想生而不敢生的家庭 谢琪琪 你提到的这些方法无疑是未来的方向 但我们不能忽视眼前必须采取的行动 中国当前的生育政策 正从意志性转为支持性 电话调查是为了搭建一个更全面的人口监测系统 以便为将来的政策调整提供数据支持 历史上许多国家都面临过生育率下降的困境 法国在20世纪初曾通过政府干预和鼓励措施成功提高生育率 这其中也包括信息的收集和宣传 中国正在进行的国家级调查当然是很好的举措 但在数据尚未全面收集到位之时 社区的电话调查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我们要看到任何政策的调整都需要时间 而时间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 因此电话催生是为了尽快收集到基础信息 从而在短期内帮助政府制定出更符合实际需求的策略 楚天书 我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数据收集 而是认为这种方式需要更加人性化与科学化 历史告诉我们 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国民的感受和接受度 法国在提高生育率的过程中 除了政策干预外 社会氛围的营造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 社区的电话催生让人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而非真正的支持 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向前看 但更需要民众的配合与信任 最近的调查显示 经济压力 住房成本 教育负担 才是人们不愿生育的主因 而非单纯的生育意愿 因此 政府的首要任务 应是解决这些根本问题 而不是通过电话去询问生育计划 一个真正生育友好行的社会 应该是每个家庭都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 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愿望做出决定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其器就电话催生的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两者各有观点 但在深度于视角上 却存在明显的分歧 楚天书强调了 中国面临的烧子化危机 认为电话催生是一种必要的社会措施 能够有效收集数据并引导生育意愿 他引用了韩国和日本的例子 指出 其他国家也曾通过类似方法来应对生育问题 并认为这是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一部分 然而 他的观点却未能充分考虑到个人隐私于选择的尊重 这在谢其器的反驳中得到了强调 谢其器的观点则更为人性化 他坚持认为政府的电话调查侵犯了女性的隐私 可能会引发逆反情绪 他提到 单靠电话催生无法真正提升生育率 反而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他建议应该将资源集中于解决经济负担 职场歧视等根本性问题 而不是强行催生 在辩论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 楚天书虽然提出了电话催生的短期效益 但却忽略了这种措施 可能加剧社会的不信任感 谢其器则在情感的角度上展现了更深的思考 强调了人性化政策的重要性 两者的辩论揭示了政策制定中应平衡的理性与情感 无论是基于收集数据的急迫性 还是对个人自由的尊重 都是当前中国政府在制定生育政策时 需要考虑的关键要素 总的来说 这场辩论呈现了在面对少子化危机时 政策制定者所需面对的复杂性 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不仅仅是数据的收集 更需要构建一个让家庭感到温暖和支持的社会环境 只有在尊重个体选择的基础上 才能真正实现生育率的提升 我期待在未来的讨论中 能看到更具包容性和人性化的解决方案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在这一集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在电子设计自动化 一的领域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加剧 中国公司正全力以赴 力求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 抢占一席之地 虽然目前全球一的市场几乎被美国三大巨头垄断 但中国的努力不容小觑 政府的支持和本土企业的快速成长 正在改变这一格局 然而 面对技术和资金的巨大挑战 中国的一的行业是否能够成功突围 我们将分析华大天科技的最新进展 并讨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潜力 更重要的是 我们将探讨如何打破美国的技术垄断 让中国的晶片设计能够独立自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于金融时报 主要探讨了中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上 特别是在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领域如何努力缩小于美国之间的差距 Eda软件被认为是设计并测试新一代芯片的关键工具 但这一市场长期以来被美国的三大公司所主导 这些公司分别是Synopsis Cadence和Siemens Eda 它们几乎垄断了生产和测试最复杂芯片所需的所有软件 尽管Eda行业仅占全球6000亿美元半导体市场的1.6% 但它是开发尖端芯片的必要环节 被视为通往王国的钥匙 在这个背景下 面临美国全面出口管制的情况下 中国正加紧推动本国公司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份额 中国政府通过补贴等措施 大力支持国内Eda公司的发展 试图通过技术自主来打破美国的垄断 中国的Eda企业如Emperean Technology Primarius和Cimetronics 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已经从2020年的7%翻了一倍至14% 尽管如此 中国在全球Eda市场上的份额仍然很小 北京的华大天科技作为中国领先的Eda公司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其全球市场占有率仍不足2% 自特朗普政府2019年禁止华为使用美国的Eda工具以来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限制愈加严格 拜登政府在2022年也实施了出口管制 限制中国获取最先进的芯片设计软件 这促使中国在其最新五年经济计划中 把芯片软件设计列为技术突破的重中之重 国家支持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和大公司如华为 也对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 此外中国还在南京成立了国家Eda创新中心 其使命是打破美国在Eda软件方面的垄断 然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需要在未来十年内每年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 以缩小与全球领导者之间的差距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Eda行业的挑战不仅在于技术层面 还包括市场整合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Eda公司在为电动汽车功率芯片等特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他们仍难以整合各种工具来提供全面的设计解决方案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Eda领域的努力具有深远的背景和战略意义 首先这是中国寻求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自主的重大一步 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复杂变化的背景下 技术自主越来越被视为国家安全和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中国的决策者认识到依赖于外国技术 尤其是在如此关键的领域是一种脆弱的状态 其次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也反映了其更广泛的国家战略 那就是通过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来替代传统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模式 通过推动本国Eda行业的发展 中国不仅是在应对当前的技术限制 更是在为未来的科技竞争奠定基础 然而中国在追赶美国的步伐中仍面临重重困难 除了资金和技术积累不足之外 如何在市场上推广本土Eda软件 并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同和信任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即使在国内市场 中国公司也不得不面临与经验丰富且资源充足的国际巨头的激烈竞争 同时美国对中国技术发展的限制措施也在不断加强 这种技术脱钩的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科技行业的分化 尽管中国有能力通过国家支持推动国内技术的进步 但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 技术独立的路径充满了挑战 综上所述 中国在Eda领域的努力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追赶 更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技术竞争格局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过程 未来几年 中国能否在这一关键领域取得突破 将对其整体科技产业的国际地位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六度解析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晶圆设计是指创建集成电路IC设计的过程 它是半导体行业的核心技术之一 这一过程涉及设计电子电路的功能规格 转化为具体的电路设计 并最终生成用于制造晶圆的布局 晶圆设计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阶段 系统级设计 RTL设计 单元合成 布局绕线 验证等 设计者使用硬体描述语言 HDL 如Verilog或VHDL 进行这些设计过程 现代晶圆设计 高度依赖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工具 这些工具帮助设计者管理设计的复杂性 并确保其正确性 晶圆设计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 最初的IC设计相对简单 主要由手工完成 随着摩尔定律的推进 晶圆中的晶体管数量迅速增加 设计的复杂性也随之增长 这促使了Eda工具和新的设计方法的出现与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 ISIC应用专用集成电路的发展 使得专门设计的IC成为可能 这一变化 极大的推动了计算机和通讯行业的发展 当时IP核 知识产权核心和可重负使用的设计模组的兴起 进一步提升了设计效率和晶圆功能性 进入21世纪 随着奈米级制程技术的出现 晶圆设计面临的新挑战 包括功耗管理 热管理 信号完整性问题等 设计者必须在性能 成本 功耗之间找到平衡 这使得晶圆设计变得愈加复杂 截至2023年 晶圆设计行业依旧是技术创新的前沿 涵盖了从人工智慧应用 5G通信 物联网设备到高性能计算等多个领域 全球领先的晶圆设计公司 包括英特尔 高通 英伟达 台积电等 这些公司不仅在设计能力上处于领先地位 也在制造技术上引领行业发展 根据市场调查数据 全球半导体设计服务市场规模 预计将在未来数年持续增长 主要驱动因素使对高性能计算 和人工智慧应用晶圆的需求不断增加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晶圆设计将继续在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中 扮演重要角色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美国政府刚刚批准在内华达州建设一座大型鲤矿 这不仅是对电动汽车产业的一次重大推进 更是美国打破中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垄断地位的重要一步 澳大利亚公司Ionia的Rylight Ridley鹏矿获得联邦许可 这个项目每年能生产足够为约37万辆电动汽车提供动力 拜登政府更是慷慨地提供700百万澳元的贷款以筑建设 预计到2028年美国的离产量将翻两番 然而这个计划并不顺利 因为它遭遇了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 以及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巨大压力 在这个背景下 Ionia的股价在获批后飙升15% 显示出市场对于这一举措的热烈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发现了丰富的离储量 这将使美国在2030年之前的电动汽车需求上 更具自己自足的潜力 然而随着美国锤矿产业的发展 竞争也将随之加剧 Ionia需要在一片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并面对来自其他企业的挑战 接下来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项目对美国经济 环境及未来电动汽车市场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英国金融时报 该报是全球知名的商业和金融新闻出版物 以其严谨的经济和商业报道而著称 本文报道了 美国政府在内华达州批准了一项新的大型锤矿项目 并将税收抵免范围扩大到 包括一些矿工 作为打破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控制的战略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生产商Ioneer在最近宣布 他们已获得联邦许可 在其Ryolite Ridge礼鹏矿厂进行开采 这个项目每年能够生产足够的礼 为约37万辆电动汽车提供动力 礼是一种银白色金属 是可充电电池的关键成分 对电动汽车的未来至关重要 此次许可是拜登政府首次批准礼矿项目 他们还向Ioneer提供了7亿澳元的贷款 以帮助建设 预计该项目将于2028年完工 届时美国的离产量将增加四倍 尽管美国拥有大量的离储量 但迄今为止 在美国上线的关键矿物矿井寥寥无几 自2002年以来只有三个 而这些矿井并不位于公共土地上 随着这一消息的公布 Ioneer的股票在纽约交易中飙升了15% 西方国家的生产商一直努力在关键矿物的生产和精炼方面与中国竞争 主要是因为成本较高 监管标准更严格 以及法律挑战造成的延误 Ioneer的项目也遇到了来自环保组织的反对 他们担心该项目可能会使濒临灭绝的花卉物种灭绝 美国监管机构表示 他们已经与Ioneer合作 对项目进行了修改 并制定了保护计划以保护该花卉物种 从而使该矿的批准在经过六年的审查后得以继续 Ioneer的董事总经理Bernard Rowe表示 内华达的矿场将有助于减少美国客户对中国公司的依赖 这些中国公司占全球里精炼产能的三分之二以上 他表示 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礼盒棚矿床之一 以基本准备好投入建设 在美国里的开采和加工对环境有显著的影响 因为他需要大量的水和能源 并使用硫酸等有毒化学物质 为了促进矿业和加工建设 华盛顿州发布了新指南 使生产商能够申请税收抵免 只要他们加工了部分材料 尽管如此 世界上大部分的礼开采仍然是在澳大利亚进行的 或者是从南美洲的大盐水湖中提取 随后在中国进行加工 分析人士指出 矿山的批准和税收减免 是美国政府鼓励国内锂矿开采和精炼行业发展的重要步骤 以支持电动汽车行业 目前美国只有一个锂矿正在运营 即位于内华达州的Silver Peak矿 该矿每年生产约5000吨里 另一家位于内华达州的矿山和加工厂 即Sacker Pass 由加拿大温哥华的Lithium Americas领导 目前正在进行场地准备工作 并获得了通用汽车的支持 拜登政府宣布提供23亿美元的联邦贷款 以帮助开发该矿 虽然Ioni 2将面临来自几家里生产商的竞争 这些生产商已计划在美国开设新的矿山和加工厂 以利用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中的激励措施 但Ioni 2估计 其内华达州项目的总成本将超过12亿美元 2021年Ioni 2与南非的Seabani Steel Water签署了一项融资协议 以4.9亿澳元出售其项目的一半 前提是项目获得批准 此外 该公司还与福特 丰田和松下的合资企业达成了供应礼的协议 从多个角度来看 美国批准内华达州的锂矿项目 不仅是为了提高国内锂生产能力 更是为了减少对中国在全球矿产供应链中主导地位的依赖 这一战略可以看作是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重新获得主动权的一部分 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美国正试图通过增加国内锂生产来确保其技术和经济安全 然而 这一决定也面临环保方面的挑战 里的开采和加工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使得这一项目需要在发展与环保之间找到平衡点 Ioni 2与同意修改项目计划以保护宾微物种 显示出在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妥协 从长远来看 美国的这一举措可能会激励更多国家和企业 在本国建立矿产供应和加工能力 促使全球矿产供应链更加多元化 然而 这一过程需要大量投资和时间 在此期间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可能需要继续依赖现有的全球供应链 最后 这一项目的批准也反映出政府政策在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角色 通过提供税收减免和联邦贷款等激励措施 政府可以有效地支持关键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这一策略不仅可以加速新能源行业的发展 还能增强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竞争力 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锂是一种化学元素 符号是锂 原子叙述为三 在元素周期表中 锂属于碱金属 位于第一组 并且是所有固体元素中最轻的 具有银白色的外观 锂在自然界中并不以单制存在 而是以化合物形式出现 例如锂炎 锂的性质使其在多种领域中 具有广泛的应用 它具有优异的导热性和导电性 并且能够储存大量的能量 这些特性使锂成为 制造锂离子电池的关键元素 而锂离子电池 因其高能量密度和长寿命 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 如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和电动汽车 锂的发现 可以追溯到1817年 瑞典化学家约翰 奥古斯特阿尔弗维森 在锂灰石一种矿石中 首次分离出锂炎并命名为锂 锂的名称 源自希腊语 Lathos一纸石头 这是因为锂是在矿物中 被首次发现的 在地壳中 锂的风度相对较低 约为20ppm 百万分之一 但在某些矿物中 浓度很高 如锂灰石和锂云木 锂的主要生产地 包括澳大利亚 智利和中国 这些国家有丰富的锂盐湖和锂矿床 锂的提取 主要依赖于两种来源 盐湖和硬盐矿 盐湖提取 主要是通过将盐水蒸发来获取浓缩的锂盐 而硬盐矿提取 则涉及到矿石的开采和化学处理 然而锂的提取和生产过程 需要大量的水和能源 并且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 因此可持续的锂生产技术正在不断发展 锂在生物学上并无已知的功能 但锂盐如碳酸锂 在精神医学中用作治疗双向情感障碍的药物 锂盐在稳定情绪和降低自杀风险方面 被证明有效 尽管其确切的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随着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的普及 锂的需求量急剧增加 这也导致了锂价格的上升 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供应短缺 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研究锂的回收技术 和替代材料力求降低对新提取锂的需求 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总的来说 锂是当代科技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尤其在能源储存领域 其重要性愈发突出 尽管面临环境和供应挑战 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 里的可持续发展前景仍然光明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碧桂园森林城市 这个充满争议的项目 十年前 中国开发商碧桂园雄心勃勃的 在马来西亚建造了一座耗资 1000亿美元的梦幻城市 旨在吸引中国中产阶级的目光 然而 现实却是这座城市 如今多数时间都像一座空城 大楼林立 却人际罕至 街道上清扫工人忙碌的 打理着空荡荡的环境 碧桂园的政绩 如今变成了债务的象征 数十万购房者的梦想在这片土地上破灭 即使当地官员试图重振这个项目 却依然无法掩盖需求的错判和市场的冷淡 这里的居民多数是临时过客 曾经的繁华如今只剩下一片死寂 究竟碧桂园如何在追逐潮流中失去了对城市建设的真正理解 这个项目背后揭示了何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脆弱 我们将在节目中深入剖析这座未来城市的梦想如何变成一场噩梦 并探讨碧桂园面对的挑战和困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马来西亚柔佛海峡的边缘 矗立着一个被誉为未来城市的奇迹森林城市 十年前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以1000亿美元的预算 开始在这片沙地和红树林之上修建一座豪华的梦幻天堂 梦想将这里出售给渴望海外投资的中国中产阶级 然而如今的森林城市却更像是一个无人知晓的神秘地带 只有有限的居民和一群忙碌的管理员在此驻足 在KK超市工作的塔纳塞尔维目睹了这座城市的转变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新面孔 他说道塔纳在商店楼上租了一间公寓 每月只需支付118美元租金 街道上人计稀少 只有几名管理员在默默地清扫着空旷的道路 修剪树林保持这里的整洁 而在远处 耸立在海峡上的高楼大厦则挽入一座纪念碑 象征着中国曾经的经济成就 森林城市的规划堪称宏伟 碧桂园计划在约3000公顷的土地上 建造4座人工岛涵盖70万套公寓 然而实际完成的只有一个岛 配有2.6万套公寓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盘 碧桂园的巨额债务违约 使得这个项目陷入了困境 尽管公司仍然坚称 森林城市的蓝图不会改变 但现实显然并不如愿 自2014年项目启动以来 这块地就遭遇了重重阻碍 新加坡方面因担心环境影响 而对森林城市提出了质疑 导致建设暂停数月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也开始限制资本外流 使得投资者望而却步 当地政府试图通过税收优惠 来吸引投资者 但显然成效甚微 森林城市的街道上 如今常见的不是未来城市的繁华景象 而是一片荒凉 商场的门店几乎悉数关闭 曾计划进驻的奢侈品店铺 也只剩下堆积如山的废旧材料 和仍未打开的包装箱 偶尔几个游客或当地居民 会在空档的商场里 骑着塑料机动恐龙 随着凯蒂佩里的旋律飘荡 碧桂园过于追求潮流 而没有真正把握住 创造一座城市的机会 回忆起当初的项目构想 警官设计师迈克尔·格洛夫 无奈地说道 他当时被邀请协助项目的可行性规划 但碧桂园的进度显然过于仓促 起初碧桂园的速度和市场敏锐度 是他成功的关键 广告覆盖了中国各大城市 吸引了大量中国买家前来参观样板房 这些买家大多被承诺的特殊签证策 和马来西亚公民身份所吸引 毫不犹豫地投入资金 然而随之而来的资金限制 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大多数买家的信心大打折扣 2016年上海的穆苏英 曾被邀请免费参观森林城市 被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景色所吸引 他斥资15.1万美元在这里购置了一处房产 然而面对如今的估计景象 他心中不免生疑 一开始真不习惯觉得这里太遥远太孤僻 尽管如此 穆苏仍决定彻底搬到森林城市 寻求新的生活开始 像他这样的业主大多将公寓出租 自己留在中国 仅偶尔来此度假 尽管碧桂园声称他们80%的房产 已出售给来自20多个国家的买家 但这座城市的空旷与寂静 依然让人不禁怀疑 除了一些偶尔来此度假的中国家庭和少数长期居民 森林城市的大部分时间如同一座被遗弃的城镇 街道上 原艺师 清洁工和保安们辛勤工作 努力维持城市的整洁和运转 然而 这些忙碌的身影与空旷的高楼形成鲜明对比 仿佛在诉说一个未尽的梦想 森林城市的命运 仿佛正如一张未完成的画布 等待着新的故事涂抹其上 或许 它是中国经济狂潮的一个缩影 是一场资本与梦想之间的博弈 而这场博弈的结果依然未见分晓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碧桂园森林城市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项目 其最初目标不仅仅是房地产开发 而是创造一个现代化的国际社区 尽管当前面临困难 但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来重新思考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不可否认 但这也为碧桂园这样的企业 提供了反思和创新的契机 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 森林城市或许能通过调整策略 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 从而最终实现其最初的蓝图 正如历史上的许多伟大工程 初期的挫折并不意味着终极的失败 埃菲尔铁塔在建城初期 也遭遇了广泛的批评和反对 但最终成为巴黎的标志性建筑 森林城市能够在时间的洗礼下 成为一个成功的案例 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应对当前的挑战 森林城市的现状 恰恰揭示了盲目扩张 和不切实际的市场预期所带来的问题 碧桂园对需求的误判 以及对环境影响的忽视 显示出其战略上的短视 即使这个项目具有某种建设性的初衷 但其不可否认的成为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缩影 就像荷兰的郁金香泡沫 森林城市的高楼大厦 一如一座座空洞的纪念碑 象征着过度投机的风险 碧桂园未能及时调整策略 导致大量资源浪费 而这些资源本可被用于解决更为迫切的地方 住房问题 即便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森林城市依然如同一座现代化的空城 更多的是一个教训而非成功的典范 即便目前森林城市面临挑战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成功的潜力 事实上 这座城市已经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的投资者 这说明其国际化愿景是具有吸引力的 碧桂园的经验和调整策略将是关键 将森林城市重新定位为一个开放的金融特区 可能会吸引到大量的国际资本和企业入住 像迪拜这样的城市 也曾面临过类似的质疑和困难 但通过战略调整和国际合作 最终成为了全球商业和旅游中心 森林城市的潜力在于其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建筑设计 只要能够有效整合资源 并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 未来的成功指日可待 问题在于 碧桂园所面临的挑战 不仅仅是财务或市场策略的问题 还涉及到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 我们不能忽视森林城市对当地环境的破坏 以及对新加坡的生态影响警告 更何况 许多所谓的国际投资者 只是为了获得另类的投资途径 而非真正的居住和使用 这让这个项目更加失去其真实的城市功能 在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 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 只追求经济利益的项目 注定无法持续 且不说迪拜的成功 并非短期内可复制 森林城市目前显然缺乏一个 切实可行的长期战略 继续将其视为未来的城市样板 无异于一场豪赌 那么我们是否完全否定一个项目 仅仅因为其初期的不顺利呢 森林城市的现在可能是灰暗的 但这正是调整和改进的机会 碧桂园已经意识到问题 并正在做出应对措施 未来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 和环境保护的重视增加 森林城市可以成为测试 和开发绿色技术的试验田 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 还可以为其他类似项目 提供宝贵的经验 回顾历史 很多知名企业和项目 在初期都有过失败的经历 但通过不断的创新和调整 最终实现了成功 森林城市同样可以成为 一个成功转型的例子 成为现代城市规划 和建筑的创新标杆 当然 我们不应因初期失败 而全盘否定 但如果一个项目 从一开始 就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和操作 那它显然需要被重新审视 森林城市的设立 是基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 过热和资本输出 而非实际需求 在全球经济格局和投资环境 不断变化的今天 如果碧桂园没有事实调整策略和管理模式 森林城市最终可能成为 另一个未完成的白项项目 我们需要现实地看待其面临的困难 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期望 它会奇迹般的成功 这并不是说创新和突破不重要 而是说我们必须在正确的基础和方向上进行 毕竟过度乐观和不切实际的预期 只会导致更多的失望和资源浪费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中 我们看到了对碧桂园森林城市 这一项目的不同视角与深刻分析 楚天书强调了项目的潜力与未来可能的成功 而谢琪琪则对其当前的失败与环境影响 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楚天书的论点主要围绕森林城市的未来潜力 认为其在适当的策略调整下 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国际社区 他提到历史上的许多成功案例 如埃菲尔铁塔 初期都遭遇挫折 但最终成为了像纸型建筑 然而这样的观点或许过于乐观 忽视了项目在规划阶段就存在的根本问题 谢琪琪的回应则是现实且有利的 他强调了森林城市的设立 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 这样的基础使得未来的成功变得渺茫 他指出 碧桂园未能准确判断市场需求 并在环境保护上缺乏负责任的态度 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楚天书对于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及其地理位置的优势进行了表述 但谢琪琪却指出 这些所谓的投资者往往不是出于真正的居住需求 而是投机行为 这使得森林城市的功能大打折扣 谢琪琪以荷兰的玉金香泡沫作为类比 形象地揭示了对于资产过度投机的风险 这种观点引发我们对于当前市场情况的深思 在辩论的最后 楚天书再次强调了调整策略的重要性 并表示可以将森林城市打造成为绿色技术的实验田 然而谢琪琪的回应则让人警醒 强调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 仅依赖希望与其带兵不够 必须建立在实际需求与可持续性的基础上 总结来看 两位变手各有千秋 楚天书的积极展望虽然鼓舞人心 但缺乏对现实困境的真实分析 而谢琪琪的冷静批评则提醒我们 过度乐观的预期往往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未来的发展需要在希望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毕竟只有在扎实的基础上推动创新 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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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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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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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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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